尽管面对政府打压 泰国的民主抗争运动持续进行 配合泰国宪法纪念日和联合国人权日 摄运分子星期四 在首都曼谷的联合国驻泰国办事处 和民主纪念碑的前举行了集会 再度向政府施压 要求废除前日人民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文 推动王室改革和民主进程 Today, on Constitution Day and Human Rights Day We, the student and pro-democracy people whose freedom is suppressed by Article 112 of Thai Criminal Code We join together to dem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is legal provision and to end any legal action concerning this law 抗议者早上在联合国办事处参与集会之后 下午遗失到一个纪念1973年安全部队暴力镇压抗争者的纪念碑处 继继继续抗争活动 泰国警方到现场严阵以待 防止民众靠近王宫 自今年初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 泰国政府对社运和媒体的打压力度越来越大 更在时隔三年后 再度援引《王室诽谤法》控告社运分子 泰国人权组织的统计就显示 眼下就有23名社运领袖 由王室诽谤法下被控 当中更有不少民权分子深陷牢狱